原标题,手机看网页几分钟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就来了,这个答案一破,终于搞明白了。 用手机上网看几条新闻,下线之后没过几分钟垃圾短信,骚扰电话就不请自来,很多人对此早已不生其烦。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,就在自己漫步精心刷着手机屏幕的时候,一条新型贩卖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已经在身边悄然启动。 迁入恶意代码的网页,仅看也能泄露信息。 据悉,从2016年起,有多名网民爆料,手机号码,QQ号码等隐私信息泄露,在手机上搜索,浏览网页,很快就接到了网站克服人员的推销电话。 浏览期间没有注册,也没有登录,对方却精确地说出了在食妖时间,用了食妖关键词,打开了哪个网站。 对此,大多数推销员对用户的回答都是手机号码是搜索网站提供的,而实际情况是,黑产利用运营商系统漏洞,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,将信息转卖给医疗,教育培训,金融等机构用作所谓的精准营销。 这些机构从二级代理手中按月或按年购买此服务后,将手机访客营销平台提供的恶意代码迁入到网页中。 当用户点击网页时,他们就可以在后台账户上看到用户的手机号、手机型号、搜索的关键词等各种信息,并雇佣电话客服对访客进行精准的电话营。 萧,从而让众多网民不得不承受着这些骚扰。 资料显示,2016年到2017年我国有6、88亿网民因垃圾短信、诈骗信息、个人信息泄露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达915亿元。 另有数据显示,国内网络黑产从业人员超过150万,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。 手机访客营销等级分工严格,年收入上亿。 今年6月,海淀网友小张在看到网上提供手机号抓取服务,想请请添加QQ好友私聊的信息。 好奇的小张注册了该网站的会员并免费试用抓取代码三天。 经过自己之前建的小网站测试,发现这项服务能够在手机用户浏览过,后抓取到手机号、信号等信息。 小张恍然大悟,原来曾经浏览网页后收到的莫名网络电话,竟然都是黑产从业人员一手策划的。 这种手机访客营销服务竟已形成了黑产工具制作,多层级销售代理黑产工具购买者的O2O式的成熟产业链,而背后的利益规模巨大。 按照每个网站年会员费8000元计,每年黑产团伙的收入就超过3亿元。 据介绍,手机访客营销黑产有着严格的等级分工,数据泄露源头为运营商手机号返回接口。 访客手机号切取的技术服务提供者,根据接口开发出手机访客营销平台,并将此类平台销售给一级代理。 一级代理负责将服务平台出售给大量的二级代理,二级代理进行手机访客营销业务的分销。 手机访客营销黑产窝点被端,统计发现大约4万个站点存在类似的情况,涉及数百万网民的隐私数据。 为此,公安机关联合互联网公司展开绿网行动组成沾岸组。 占案阻力时两个月深入全国18个地市开展落地核查工作,破获了这起国内首例新型侵犯用户个人影子黑产团伙。 手机访客营销黑产初步抓获了26家涉案网站及多名违法犯罪嫌疑人查获公民信息100余万条案件破获后,犯罪嫌疑人梁某等33人对抓取访客手。 机号行为公认不讳,目前他们都被检查机关依法批准逮捕。 观点,移动安全保护要向全产业链联动。 值得警惕的是,信息贩卖产业化还为手机诈骗犯罪提供了资深土壤。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诈骗电话与短信持续猖狂,花样不断翻新。 在这种情况下,移动安全的技术升级不可或缺。 业内人士表示,网络安全已经进入大安全时代,移动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。 面对挑战产业链各方应积极通过技术共享、信息联动,共同建立立体化的防护体系。 移动安全保护从单一型防御转向复合型防御,从技术为主转向技术意识并重,从各自为战转向全产。 业链联动已是大势所趋,需要主管机构、手机厂商、运营商、安全厂商、科研机构等多方构建一体都为全链接的移动网络安全防护体系。 来源,北京青年报,Article Adlist,更多新闻,P,P,大不死的小强,好贩子变身为伤,找关系流号,APP上卖专家号,P,P,租客自杀,学区防城凶宅,房东宿租房公司索赔45万,法院曾要判,P,P,痛心短短13年。 这种鸟竟然快被人类持练绝了,P,P,监制杨济红,杨理哲,P,P,编辑时蒙,P,P,龙有龙,文,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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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